金马奖明天就要颁奖了 台湾土生土长的金马影后舒奇 这回难得回到台湾 担任今年的金马大使 身穿白纱礼服化身为精灵 为金马奖拍摄宣传的广告 不过因为呢 这个颜色画面的很单调 再加上了广告的配乐 听起来有一点诡异 被外界批评 金马宣传片呢 就像是鬼片一样 结果呢 昨天晚上舒奇出席活动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自己说还真的有点像 穿着一些白纱礼服 搭配珍珠贝壳色的亮片 就是这一段 舒奇为了担任金马奖大使 化身白色精灵的宣传短片 因为大部分的画面颜色 都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 舒奇画面又拍得太远 看不太清楚 被外界批评 金马奖的宣传片 却拍得像鬼片一样 我自己都觉得 一个很漂亮的女鬼 没有可能是音乐 然后其实最主要是 光与影的结合嘛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还蛮好看的 舒奇不会言 因为金马奖的宣传广告色调 加上配乐的关系 确实看起来有点像鬼片 不过这回难得返台 大家关心的 当然还是感情生活 最近又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还不错 正在培养感情当中 对 在上海 在上海 那可以多透露一点吗 对对对 那个就是 我下一部戏的男主角 对着箭头有点扮开玩笑的 回答感情问题 这位台湾土生土长的金马影后 一举一动 都是话题焦点 这是传言陈平红 台北采访播导